我现在是在位于北京 任督刀口的一家酒吧 现在是周末晚上的七点半 酒吧里已经坐满了 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年轻人 他们带着后期信而来 想要在一个 没有什么要紧事的周末 小酌一杯 顺便聊一聊学术话题 花了两个小时 都没过来这边 我周围就有同学 在问就是有没有学术类的酒吧 就想去搭他 在这个活动办之前 我们可能一晚上 二三十杯左右 但是办活动当晚 可能到六七十 甚至不止 有没有心理学史上 一些心理学家 您比较习惯的 龙格 龙格 龙格有什么作品 红书 红书 还有什么 练经书 练经书之梦 您能说一下 这个物理学史上的一些 比较重要的人物吗 你啥子 最慢 最慢 最慢有什么作品 最经典的物理学家 我演讲的题目是 量化思想史 就是用一些 数学化的方法 去研究 把思想史数据化 然后去进行一个数据的分析 有一些想法 可能不是特别成熟或者严谨 如果你去做学术报告 可能你没法说这个东西 但是你在学术酒吧这样的环境中 也许你可以去把它表达出来 我觉得学术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很亢奋刺激情况下做出来的一些记性的表达 只不过它用一些模式化的东西把它给行之于文本 无论是你搞创作 搞音乐 还是去写论文 它都是需要一个点子去碰撞自己 去燃烧自己 所以我觉得在学术酒吧里面大家喝着酒 然后微信的状态下听 很好 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特别安静的地方去洗 我觉得有白噪音挺好的 开始以为是大家会去喝酒 但在这边发现真的是很专注 这是让我没有想到的 一些青年认为学术酒吧松弛的氛围有助于其他灵感 也有一些听众认为在非正式的场所交流学术 效果会有折扣 我们是正法大学过来的 是法学专业的 就是想过来看看这个量化方面 没有什么就是比较好的idea 我们也可以借钱借钱 就感觉今天这个东西 它没有一个具体的主题 具体的理论 知道了很多现实的这种可视化图表 希望讲座的内容更聚焦一点 大家喝着酒就把这个问题给讨论 可能这个中间的一些话语 以及判断都不是那么符合学术规范 我觉得还是得探索 但是这种形式我觉得可以多多地开展 尤其是这种关于哲学历史 科学的话题 大家其实都很感兴趣 不定期在北京五刀头举办的学术酒吧活动 是由95后青年管梦亭主理发起的 管梦亭表示 办学术酒吧是以分享知识为主导的 实现盈利 目前尚有困难 我一开始办 就说实话 就是我不知道会有几个人来 所以就只能我自己讲 讲的是新自由主义下的城市更新 就是我一开始讲的时候 讲了非常非常多的专业词汇 很深色 大家听了很难受 然后我就会去不断地去优化这个过程 尽可能地用大百话把这个东西说出来 让普通人能够接触到这个学科 知识我觉得没有这么多门槛 这个东西是有一定商业预期在 但是靠这个东西盈利 我觉得比较困难 挣钱的话可能不是这个阶段要考虑的 更多的就是微爱发电